教起因缘,明大教与尽土法门之心起,一切法不离因缘,大教之心,因缘无量,而无量因缘,唯唯一大事因缘故,法华云,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,出现于世,华言云,如来成等正觉出新于世,以十种无量无数因缘,乃至广说如是等无量因缘,唯唯一大事因缘,唯欲众生开示佛之见, 一极欲一切众生开明本心,同佛之见,等成正觉也,本经兴起因缘亦附如是,经云,我官如是利益,安乐大事因缘,说成地语,可见与华言法华同为一大事因缘也,书超云,经诞一心持名,即得补退,此乃直指凡夫刺心究竟成佛,若能必信,何须便利三成,酒精多劫, 不悦一念,顿正菩提,岂非大事,可见尽宗正是直指顿超之法,以念佛心,入佛之见,尽宗之心起,正由此大事因缘也,难谋阿弥陀佛